韩国萨德系统卷土重来 对我国来说究竟有何威胁 我国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萨德系统带来的危害 本期视频将一一解答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原本沉寂已久的韩国萨德系统 最近突然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不久前 驻韩美军又像位于韩国星州的 萨德反导系统部署了新的一批反导拦截弹 用于保证这部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和此前一样 这一次驻韩美军将新一批反导拦截弹 送往韩国星州的萨德系统导弹阵地时 当地居民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抗议活动 然而这对于铁了心的驻韩美军来说 并没有什么卵用 仅仅只是让驻韩美军将运送新一批反导拦截弹的时间 选在了夜晚无人之时 据了解整个流程从上周四的傍晚正式开始 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才结束 根据美军透露出的消息来看 此次运送到韩国萨德系统导弹阵地的 新一批反导拦截弹型号和此前一致 数量上也相同 有六部八连装导弹发射器中 总计48枚的拦截弹 大家都知道 一直以来我国对于美军强行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 有许多军迷朋友们都觉得 这是因为萨德作为一套反导系统 会极大的威胁到我国向这一方向发射的导弹 担心这些导弹会被萨德系统所拦截 其实这一观点只说对了一部分 萨德系统的确会威胁到我国发射的弹道导弹 但是并不是因为萨德系统能够在韩国进行拦截措施 实际上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只能对付中短程弹道导弹 所以其拦截任务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 隔壁的朝鲜弹道导弹 如果说我国的东风系列弹道导弹 是从内陆地区向东北方向发射 萨德系统由于拦截范围问题 其实是够不到的 事实上部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其实是它的雷达系统 即ANTPY-2雷达 这款有原相控制雷达采用的是X波段 由足足2万多个收发模块组成 性能相当强悍 该型雷达能够在3000公里外 发现处于上升段的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 并且可以为能够真正的威胁到 我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大杀器 部署在美国阿拉斯加的陆基中段拦截弹 GMD提供火控级目标信息 那么为何萨德会为 阿拉斯加的陆基中段拦截系统提供火控信息呢 和大家想象的不同 因为地球是圆的 所以我国到美国本土的飞行距离 最近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太平洋 而是向东北方向走 经过北极航线抵达美国本土 而这一条飞行道路上 正好会经过阿拉斯加上空 而位于韩国的萨德系统 则处于我国洲际弹道导弹上升路线的侧面 刚好能够探测到后者升空的全过程 对我国的战略弹道导弹来说 威胁相当大 在此之前 美国人如果想要追踪我国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那就只能依靠国防支援卫星DSP 但是这一款卫星的精度太差 只能看到导弹经过时的尾焰 不能为各种反导系统提供火控级别的数据信息 不过大家也不必太过于担心 武器的发展一直都处于螺旋上升状态 既然有矛那就有盾 萨德系统也不是什么不可突破的铜墙铁壁 现在我国就有多款能够彻底将其摧毁的武器装备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要数各种高超音速武器 比如说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尽管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机动范围 完全在萨德系统的射界之内 但是实际上 萨德系统的反导拦截弹 根本就没有能力拦截东风17的机动弹头 萨德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考虑到射程问题 同时也因为此前的各类中短程弹道导弹的弹头 根本就没有机动能力 所以压根就没考虑能够拦截机动目标 因此万一有这么一天 我国完全可以先使用东风17这一类难以防御的 高超音速武器将萨德系统敲掉 之后再考虑怎样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 韩国兴州的当地居民才会如此反对 驻韩美军将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在此地 哪怕驻韩美军用的理由是防御朝鲜的中短程弹道导弹 但是朝韩哪怕真有什么冲突 不用弹道导弹也一样能打 所以这一套措辞根本就说服不了韩国民众 将萨德系统部署在此地 原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当地的韩国民众 从此就要承担着可能会被高超音速导弹洗地的风险 韩国民众又不傻 当然会强烈抗议 然而可惜的是 韩国对此根本就没有做主的权利 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